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不喜欢 潇不潇洒 快不快乐 去享受它 快乐 迷茫 没想象中的复杂 只要你懂得慢慢去笑话 快乐 迷茫 不用感到很害怕 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将它赢家 心不喜欢 潇不潇洒 快乐 迷茫 快不快乐 迷茫 去享受它 你一定以为我抢走了你的小新 可是你们想过 爱情是不能墙逼的 如果她不喜欢我不爱我 我们怎么会一起在床上呢 答案只有一个 她跟你是好朋友 她真正爱的人是我 不是 小新跟我说过 她爱的人是我 不是 我也感觉得到她真的爱四姐 所以我说你就剩书呆子 爱情不像月亮永远围绕着地球旋转 爱情会随着时间跟对象而改变的 那个时候她可能真的喜欢你 可是她现在真正喜欢的爱的人是我 不是 小新不会骗我 晶晶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 你有没有想过 即使没有我 你跟小新会永远幸福快乐在一起吗 她不可能一辈子是去记忆的 只要得到师大的治疗 她会恢复过来 到时候她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朋友 那个时候她可以容纳你接受你吗 好 退一步的想 即使她可以接受你 你能跟她沟通吗 你也知道她对电脑很在行 说不定她是个电脑专家 你能跟她谈电脑战略吗 电脑技术工程师 会对人们有革命的影响 不行 是不是 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了 在她眼里 你只不过是个普通麦拿森的女孩 你们的距离太遥远 根本就不相配 你懂不懂 可是这些都是你的假设 她不一定是电脑专家 她可能是普通人 或是非法移民 好 到时候我把它还给你 你慢慢爱得够吧 三姐 你真的很过分 你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好了 以后你们会知道 我做的一切都是用心良苦的 我不想再闷嘴 我很累 一向自在骑脚车周围裂回了羽红枝 又再次准备起车 去寻找她生命和事业的新高峰 可是在今年 羽红枝的事业似乎到了瓶颈 WIN在美国电脑界的排名 从第五位 蒙定了第十二位 羽红枝要容易取得突破 羽红枝要容易取得突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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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 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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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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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 安德 我们应该离找 Richard的工作 向居民的公司 我们必须回到美国 有些工作需要做 不 如果我来找 Richard 全部都不意义 我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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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做什么 这么一大座山在你前面 你也看不到吗 对不起 大姐 你还在为那个男人 是红落魄是不是 你们两姐妹怎么搞的 眼睛是不是挡在屁股上 这样的男人也要好争 你说 他有什么 这个人诡计多端 他知道女人心软 就假装失忆 半可怜 来博取你们的同情 最好是财色兼收 你说 你有没有被他占便宜 没有 他真的没有动过你 没有 你不要骗我 动一点点 什么动一点点 动哪里 这样这样 还抱你 又摸又抱的 我跟你讲过几百次了 不要给男人磨 不要给男人抱 你就是不听 外面闹出人命 他会拍拍屁股走了 你说怎么办 我才不像三姐跟男人上床 你这么大声做什么 是不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都是因为这个男人拿他耍手段 你三姐才会跟他一起上 总之说来说去 这个玩八蛋该死了 我已经跟你三姐说清楚了 要是他敢再跟这个男人搞在一起 就不要认我这个大姐 你也是 我告诉你 我已经在厨房摸好刀了 摸刀做什么 做什么 他敢搭进这雷布 我一刀砍死他了 小姐 我要一包 饭还没煮好 你吃一点再来 我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来找你 怎么了 才三天不见 就不认得我了 你走 你是怕你大姐看到我 那你跟我出来 我也是要告诉你 我不要 你走了 清清 我这里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我不要听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你走 我不走 你不走 大姐就拿刀来砍你了 那就让他砍吧 晶晶 你在跟谁说话 我 是头鱼 晶晶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想起我是谁了 我就叫你不要说了 晶晶 你走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晶晶 晶晶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 没事 你放开我 不 你不说 我就不放开你 喂 放开他 要不然送多你一袋 你不要误会 我跟他是 什么什么 男朋友 不是 他不是 晶晶 人家都说不是了 还不怕滚 晶晶 过来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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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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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失去记忆的时候 她一直在照顾我 她以为我是非法医民 所以带我东躲七层 那那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 拉着你跑 这是她 她是干什么的 她在帮她大姐卖那些勒马 那些勒马 那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椰浆饭 她是卖饭的 那你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吗 你以前绝对不会跟人家交谈 超过三分钟 如果对方的谈话没有建设性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余洪志 我肯定这是你一生中最难受的日子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感谢她的 给她一笔钱 或者邀请她到美国晚一两个星期吧 这件事情我们回到美国 让律师办就好 你一定要马上回来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不然我们的公司很快就会被Pawr收购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好不好 不 再念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自从你失踪的谣言传出后 我们的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滑 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市价会掉多少啊 Richard 长假已经过了 回来现实好不好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不 我不会再浪费一分一秒 也不会让我们的市值再往下掉 你明天帮我安排一个卫星记者招待会 我要宣布一个叫新的计划 新 PART 对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电脑打造一个心灵的天堂 你不是说回店里去了吗 怎么还在这边啊 刚才那个男的真的是你男朋友 不是啦 我先回去了 不行 我现在还不可以放你走 为什么 我突然间想到我刚帮了你 明天应该对我有点表示嘛 我都已经跟你说谢谢了 谢谢就够了 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大哥是不是在追求你大姐 你大哥 我大姐 怎么可能啦 怎么不可能 我大哥忽然间放弃跟你们竞争 还说要相互帮助 大家联手开发一条美食街 还常常送点心给你大姐吃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决定 我要对你展开公式 我要追求你 他这么好像见到鬼这样跑出去 什么事 干嘛 你以为我非理他 不然为什么他会吓成这个样子 我只是跟他讲我要追求他而已 你要追他 对啊 大哥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计划 我有什么计划 你不是在向那个肥婆展开感情公式吗 我这样神秘也被你看出来了 大哥 你这一招可真绝 女人的心灵是最空虚的 也是最容易被攻陷的 特别是像肥婆这种女人 肯定没有男人追 但是心里又很渴望被男人追 一旦得手了 她还不乖乖地听你的话 再说傻妹的样子又不错 你像姐姐下手 我就像妹妹下手了 你们不要忘了 还有我 你又像谁下手啊 当然是肥婆的弟弟莫洋洋了 我现在每天都会打个电话给她 来安慰她寂寞的心灵 原来我们的小妹也出手了 对啊 难道让大哥一个人孤军奋战 我们杨家兄妹一向是团结一心的 大哥 不错 不错 等墨家的所有人 都被控制在我们的手掌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到时候他们的店也就是我们的店了 等店到手之后再把他们一脚踢开 到时那个肥婆不气死才怪 不啊 真不啊 难怪江湖上说我们杨家三收妹 是杨家三见 你和林跟阿哲都认定我追小婉是有所企图 那就难怪小婉对我有所怀疑了 不过 她偷偷收起我送给她的花 就表示她心里喜欢我嘛 她心里都是很矛盾的 既然喜欢我又怀疑我 要是这样下去一定会运沟里翻船的 不行 我一定要用行动 来证明我对她的权益 怎么这样久才在听电话 不是叫你看住三姐的吗 你去睡觉啊 不要让她出去跟那个男人见面 大姐 你放心吧 今天是星期天 这个时间那只大懒床肯定还在睡觉 她不在啊 她一定是跑出去了 你看 你看 我不是叫你看住她吗 她以前没睡到两点是不起床的 你真的那么担心就罢警抓人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 我是怕她烦鸟咽咽一口 到时就麻烦了 好了 算了 这样你们做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的 拜拜 你做什么 拖地 这是我的店 我知道 我帮你拖的 你吃错药了 小婉 你从早做到我很辛苦的 我拖地你休息 来 我已经够烦了 你不要让我看 小婉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怎么做 怎么做什么 人家是真心关心你吗 为什么你老是怀人家对你的诚意 小婉 刚才你说有件事情让你很烦 带什么事告诉我 看我能不能够帮你 对 你这个人这么阴险独辣 说不定你有办法对付她 看来你妹妹是被那臭男人给迷惑住了 要对付她真不容易 看来得用三十六剂里头的 第六套策略才行 什么是第六套策略 那是什么来的 三十六剂 六六 三十六 还有六套策略 第一套就是战胜剂 第二套就是敌战剂 第三套就是 你不要套来套去 直接说第六套 第六套就是败战剂 在绝境中 我们要用异乎寻常 跟非正统的手段来对付 也就是说 不管多阴险无奈 卑鄙无耻的手段 我们都要使出来 我就知道找对人了 那我们先用什么剂 连环剂了 小心 我现在在开车来接你 我们十分钟莫见 好 再见 就是她 就是这个女人 现在怎么办 看我的 你要做什么 撞她 撞断她一条腿 三个肋骨 再把她撞成脑震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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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tor 你干什么 你要死啊 你想谋杀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把她撞死的 只要把她撞到住院就好办了 如果她是非法医民 医院会报警抓她 如果她是爱情骗子 我就派人送个滑圈给她 你神经病啊 你她突然没有死 送滑圈给她做什么 你这还不明白 这是暗示她 如果她不罢手的话 她躺的可不是医院 而是殡仪馆 你说她会不会吓到屁滚尿流 好像行得通融 当然了 这是一剂接一剂 不成功不发修的连环剂 好是好 怎么会又好像毒了一点 对付这种人是不能够心软的 你想想 她对你妹妹下手 她的心软吗 对吗 对 这种人应该死了 撞死她 撞她 决定了 等一下 又怎么了 万一 我们撞了她 背井她撞去 怎么办 你放心 我们还有三十六计 走围上计 人呢 跑到哪里去了 是叶叶 他们要去哪里 快点追 来 这辆车子很漂亮 这辆一直是我梦想的车子 那一定很贵吧 还好 十多万 你真的是很有钱 我并不是很有钱 但是我希望能尽力让你过得舒服 我希望你吃得好 住得好 穿得好 坐车也要坐得好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你还不明白啊 对你心爱的人 你可以不惜牺牲一切 只要让他快乐 快点 快点 快追不上了 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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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错路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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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会第一个 你会去哪里 都没没有 还不错 还不开 幸福 这衣服根本就不适合你 我妹妹的品味也太擦劲了 这也很难怪,她没读过什么书 所以,有时候人的衣着 就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水平 我觉得晶晶的人很好 她心地善良,又有爱心 是,她很善良,很有爱心 简直就是爱心泛滥,她谁都爱的 今天可以爱这个,明天可以爱那个 所有大姐每次妈她笨 是吗?是,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她前前后后不知道爱了多少个男人 只要给男人甜蜜几句,她就陷进去了 有一次还跑去婚姻注册局 要跟一个男人注册 结果那个男人当然没出现 还好那个男的只骗了他两万多块 没有连他人也骗 要不然被人家卖出国也不知道 我这个妹妹真是很糊涂的 做人糊涂,谈心说爱也一样糊涂 这个挺好看的,去试试看吧 她这么一穿更像是那个余虹痴了 你这么一穿真的很帅 你就穿着吧,我再帮你挑多两套 可是太贵了吧,一套要四百多块 没关系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穿得舒服 对不起小姐,你这张卡不可以算了 可能是过期了 没关系,那你试试看这张吧 没关系,那你试试看这张吧 小姐,这张卡也不行 试试这张吧 这张也不行 那,你再试试这几张吧 那,你再试试这几张吧 她们的机器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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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浪费了时间 Linguini with scallop, basil and lemon 谢谢 这的东西不便宜啊 这里是高级餐厅 只要东西好吃,价钱并不重要的 可是,刚才你已经花了很多钱 买衣服给我了 我们应该去小班中心吃 别虐待自己了 昨天我买了那么多东西 你没事就睡着了 今天啊,可要好好补偿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啊 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都不知道 看你睡得那么熟,就不想操心你啊 对了,昨天你为什么那么累啊 我在想设计一套电脑软件 那你想到了没有 什么都想不到 没关系,慢慢想 你对电脑那么有兴趣 以前一定是个电脑天才了 我也希望我是 那我一定很有钱了 对啊,很多电脑天才都赚了很多钱 就好像Bill Gates 他已经是世界首富 据说他现在赚了钱 如果换成一张一张钞票 可以单身一座钞票 从地球连接到月亮 还有Bill Gates的对头,Jim Clark 他在1981年担任史丹福大学电子工程副教授时 他已经设计了能绘画3D图案的电脑晶片 后来他创办了Nescap游染系公司 奇怪 我好像对他们很熟悉 你那么喜欢电脑 当然对这些电脑界都很熟悉 说得没错 对了,还有一个人叫Richard于洪志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名字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你对他熟悉吗 我只知道他在美国建立了Win电脑公司 不过我对他不熟 怎么样,你有没有信心像这些电脑天才一样成功 我也想,我也想带一座钞票桥 那就努力吧,也许有一天会实现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你要怎么报答我 你对我那么好,我当然要对你好 你说,你想要什么 我啊,我要住在美国最豪华的住宅区 出入有最豪华汽车接送 住酒店,一定要住总统套房 还有啊 还有漂亮的衣服,珠宝首饰 最好还有私人飞机,对吗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因为你是知道我无法跟你这一切的 我只不过是一个连衣服都买不起的穷小子 我身无分文,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可是即使我没有将来 你还是一样对我好 因为爱是不计较富有或贫穷的 爱是无私的奉献 对 所以即使我是乞丐 你还是一人的爱我 那当然了 谢谢你 如果我是乞丐 而你还不计较一切的爱我 我也将承诺 我会让你得到你要的一切 妈 王王大姐她们来了 王妇 王妇 王妇,请你好多事情不到你 不要这样说 虽然你的鸡饭很好吃 我们不能天天来吗 这送给你吃的 人来就好,她的东西来这么客气 以后八姑不敢请你来 阿娘,快去浇水 我看了鸡饭在客气 去找位置 好,我们一起来 快去 走 那边坐 八姑,我来帮你 不用了,已经收到的,你去坐吧 没关系了,自己人 哎呀,金金啊,不用洗的啦 你这客人怎么可以正在那边洗盘子 来,来,来,帮我生饭就可以 没关系了,包固,自己人啦 是,是,对,对,对,自己人,自己人 包固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皮肤大 一定很卫生的 一定很卫生 帮我啦 来,帮我来 不要客气,坐下 我帮大姐,喝水 阿宁,今天在里面洗盘子 我叫她不要洗,她就不皮肤,去帮她 顺便把我留到那个鸡盘的拿出来 来,喝水 来,你也喝 罗罗啊,有没有男朋友啊 有,有一个在走啊 不过就是没有带回来给我看 那就赶快带回家给你大姐看 乖文啊,你这些妹妹都嫁了 你就轻松了 是喔 金金跟阿明啊,其实很登对 自从阿明跟金金走在一起 我们的鸡饭生意好得不得了 电视台的成人杂志 还来拍我们啊 我们现在啊,每天可以卖三十多只鸡啊 不像以前啊,跟那个帅女人啊 有时候五十鸡都拍不完 那现在不是好咯 我以前找人看过了 金金跟阿明的八字啊,喝得不得了啊 他们两个在一起啊,一定你忘我我忘你 风生水起,大富大贵的耶 是吗 是 我在想啊,龙丽八月快到了 如果你同意,我们就赶在八月把婚事给办了 画好页缘嘛 八姑啊,结婚的是金金啊 不是说我同意就行的 什么,金金不同意啊 也不是啦,不让那个人傻傻的 有时候他金金在想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你孩子是这样的啦 太羞嘛,你看 他们在里面,有说有笑 一看上去,都有夫妻像的 八姑啊,其实我也很想他们在一起 这次结婚是人生大事吗 总要金金自己点头才行,对不对 改天我再跟她提提 好,你早点给我好消息 我好帮金金准备四点金呢 你有什么话说 我觉得八姑说话好夸张 她说四姐和她儿子很登对,又有夫妻像 他们怎么会登对,怎么会有夫妻像呢 怎么办法我们四姐长得这么漂亮 对咯,如果你四姐长得土一点就算了 问题是要长得漂亮,我才担心 整天在外面给男人骗也不是办法 怎么说阿明也是个老实人呢 男人嘛,有的依靠就行了 最重要是不会欺负你四姐 那如果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那不是很痛苦吗 那你说,你嫁给一个你不爱 他爱你的人痛苦 还是你爱他,他不爱你的人痛苦呢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第二种痛苦 如果你结婚之后 还常常看到你的丈夫在外面玩女人 那倒不如不结婚 但是如果你嫁给一个爱你的男人 那就不同了 一个女人如果常常被保护,被体贴,被疼 她的心就会老了 到时就会从不爱变成爱了 所以,你得帮我劝劝你四姐 你要叫我劝四姐接受阿明哥 可是,如果四姐能够找到一个她爱她 她又能够爱四姐的对象 那不是更好吗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事 如果有的话,我早就嫁人了 就不用整天在背后 让人家笑我是老姑婆 来,大家不要客气 饭吃完再煎,烫热完还有 看下去还真有一家人的感觉 来,玩玩啊 你多吃 好,来,不够了,我不能吃太多 我再减肥了 我再减肥了 减什么肥,能吃吃服务,多吃 有,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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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你自己去 好,来 金金,吃了 吃了 有什么想法 家妇人 家妇人 金金,吃鸡 肉,吃鸡 好像比我上次吃得更好吃 阿明哥,你真厉害 真的可以做鸡 只随便做的而已 阿明知道你要来吃饭 特别花心思煮这些鸡的 真的,怪不得那么好吃 大姑,你怎么不吃 你怕我没得吃,你们吃 来,一起吃,我帮你剥鸡皮 老人家吃得太油不好的 不想当人家媳妇 就不要这样伺候人家 大姑,是吧 你真有心 你真有心 金金,你如果能当我的媳妇 我就很开心了 大姑,最好不要 我很笨 一天到晚都那么疼 你问大家 他每次给我七到半尺的 不会,我们是普通人家 简简单单过日子就好 那么聪明要干吗 聪明的女子才会跟你计较 做什么来捧鸡换会没面子的 钱做得少,汽车不够大 家婆懒事后,你就不会 我看你跟我很合得来 大姑 你不是说鸡肉好吃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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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八姑是职场职度的人 有话就说 我看你跟我们阿明很有缘分的 所以,我跟你大姐已经提过了 现在这个农日八月 就给你们把婚事给办了 妈,怎么在这个时候 说到这样的东西 人家会不好意思 金金,都那么熟了 是不会不好意思 我就说我不好意思 大姐 每人都在擦手,我们也好 你这个大男人,你不会不好意思 金金,你一定觉得八姑很堂图 其实,我很想你早点当我的媳妇 我家阿明是一个老实人 叫他向你开口,他又没有担子 不过,他心里想得不得了 还是换了一辆车,所以要来当新辆车 什么事,吓得我一跳 新的车牌啊 我差点忘了,马票要开采了 来,去看看 看看我的新的车牌,会不会开出来 第三奖 8078 1121 1121 第二奖 7901 现在报告第一奖,得奖号码 8 0 0 你中了两个字了 7 不要,不要可以7了 7 8 7 8 7 8 8 拜托 拜托 再多一个0,我就发达了 五十大,五十小,二十五万 0 现在重复第一奖,得奖号码 8 8 0 7 8 8 8 美女啊 做马跳了 哪里有 这么兴奋,起码中几十万马 起码,我还去大奔向呢 我哪有那么好命 每次四个字我中三个字 你们说,夫妻要倒座的怎么可以 王八蛋 这一十名,大发此悲 一会一种就是二十五万 明天我们烧猪去拜你 再把你请回家去供奔 不会让你流落街头 真可惜 最后一个字给他跑掉了 对不起 刚才我们报告第一奖的得奖号码 出现了错误 错误 不是吧 正确中奖号码应该是 8078 我再重复 8078 真的是8078 头甲 头甲 我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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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搞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中了多少 他能买多少,每次都是一大一小 中你中不多,是不是 是啊 是啊 幸运你们才是笨蛋,一大一小 我看是一百大一百小才是真的 我真的是红冤当头 是晶晶带给你的 是啊,如果没有晶晶的话 我就不会去买那辆新车 没有那辆新车 就不会有那个新车车的号码 晶晶,你也中了 你买了多少 我帮他买的,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约五千块,过没有了 是 我就说,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忘我,我忘你 阿明这笔奖金 刚好拿来祈祷佛 晶晶,你要去哪里 我...我去厕所 老板 再来,老板 美女 你很会喝 小心,喝醉了 给人家去酒店 就是,明天醒来 还不知道谁跟你睡了都晚上 去打我干吗 不要欺负我妈咪 我没有欺负你妈咪 我只是关心她 你是鸡狗贝 老狼啊,连小孩子都知道你去咖啡 你惨 小孩不懂事 走 妈咪 很痒,帮我抓 妈咪,不要再喝了 你越喝越痒 你欠打是不是 大力一点,没吃饭 美女,你要不要我帮忙 好啊,你有没有五百块 五百啊 五百我可以叫金髮女郎 算了吧 我看你这个阿伯 连五百块都没有 好了,便宜你了 这是现在啤酒算你的 我跟你走 是不是真的 我Maggie,说一句就是一句 好,啤酒算我的 不过再叫 好,老板 再来两瓶 也算我一份吧 你不要跟我争吧 来,下去 下去 妈咪,你不要再喝了 你越喝越痒 我痒子关,你什么事 这么疼,走开 我叫你走开,听到了没有 走啊 你眼睛瞎了 叫你走开,会不会听 走啊,走开 走开 回来 走路小心点 不要掉进够距离 他们走 来,多吃点 来,管管我给你多添一点换 不要了,够了 你这么会吃的人 吃这么点,我哪里够 走 走,我饱了 我吃不下了 不要笑我客气 我不是没有看过你吃东西 慢慢吃啊,还有晶晶嘛 柔柔 你去看看晶晶这么这么久 还没有出来 四姐,你不是应该去厕所吗 为什么你躲在这里 四姐,你怎么了 你睡不舒服 肚子痛啊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想中马票 我不想中马票 柔柔 中马票是一件好事 你怎么反而不开心呢 你不知道的 我每次中了马票都会失去一些东西 我不明白 从小开始,有时候我脑袋会浮现出一些字 拿去买马票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开出来了 所以菜头书,石头鱼他们都说我会出真字 每次见到我,都叫我给他们字去买马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有时候自己也中了 不过,我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什么意思 你记不记得上次郑饼会骗我说要跟我结婚 后来,我们就在婚姻注册局外面等他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出现 还骗了我两万块 可是后来,我又去买马票 把那两万块赢回来了 又有一次,我买了8822,也中了 可是,也差点把小星撞死 你是说,你每次撞马票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你干吗还要买呢 不是我要买的 是阿明哥硬硬帮我买 好像是注定一样,好也跑不掉 那你这次又失去什么东西了 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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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